病毒是不屬於生物健康的違界的 看完了 但這個也是有健全力的 建德國中許記者老師 代表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團 進行公開觀課 結合智慧教育與Steam課程 以貝殼分類為主題的自然科學課程 除了以即時互動軟體卡錄融入教學外 另外讓學生有親自動手觸碰 觀察貝殼標本的機會 讓孩子在短短一節課當中 收穫滿滿 全程直播讓所有海洋輔導團的老師群 也能即時獻上觀課 還可以提出建議相互激盪出新火花 學生們在課後的成果展現與分享 也是很棒的回饋 我覺得分組討論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更有學習的熱情 然後也讓我們對於一些海洋生物的了解 更加深刻 滿好玩的 我覺得這堂課挺有趣的 因為它可以讓我用到以前學過的東西 然後讓我對現在的 學習到的事情加深一下 就是讓學生們能留下鮮明的回憶 激發興趣 所以進而主動學習 教育處長相當重視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不但全程參與備課 官課還一同一課討論 這堂課非常的有趣 它跟海科館來共同合作 孩子們都學得非常的開心 現在基隆市正在推動 輔導員 直播公開關課這件事情 接下來在109學年度 我們會持續推動的是公開關課2.0 除了課綱裡面規定的公開關課以外 我們同時也會協助老師先做備課 然後再進行公開關課 以及事後的議課 透過公開關課2.0 讓老師的教師專業發展更加純熟 同時能夠給學生更棒的一些課程的內容 一堂課不外乎學生 教材與教師三者脈絡發展與交織 學習策略內容經驗的互動與交融 將給師生足夠一個動態的成長歷程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